同学们好,我们今天来这件啊,太有创意的一个女士的算宝贝心吗?应该也算啊,因为她充满了个性啊,有同学可能会说,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那些老大姐啊,一定会嗤之以鼻,说哎呀,这哪叫毛衣啊,确实她的预寒功能啊,是微乎其微的,但是啊,年轻人穿着衣服有的时候是为了预寒和保暖吗? 肯定不是啊,她们对整体服装色彩的调剂啊,对于减速衣服的一个点睛之笔,这款小作品一定有一定的,一定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啊,同时在参加一些特殊场合,比如跟个性服饰相关啊,比如说跟一些年轻人的派对相关,如果有这样的一款服装啊,穿出来之后,我相信一定是赢得了 所有人的目光,好,我们来介绍这款作品的相关情况啊,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,你看,特意放在前边,出版社会对我们出版的,交的这个书稿啊,做一个最初的一个审核,有些款式啊,她觉得如果非常的出彩,非常的出跳,她也会同意啊,我们将这一部分放在最首页, 所以大家看,她一定是身手年轻人喜欢的啊,好了,这款作品,她采用的是纯羊毛手织的手法完成的啊,整体的部分,全是用的六号针织成,毛线是纯羊毛粗线,每根线的直径2.5毫米, 它拈开之后啊,它是由四小股组成的啊,整体这个毛背心的毛线用量,加在一起,四两多一点点,就能够完成它啊,如果大家喜欢,完全可以搞这么一件啊,算是一件手工艺品啊,它的服装穿着的这一特性啊,已经排在第2了, 而是什么,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,好,我们看这款啊,实际上编织的时候呢,是从领子这开始编织的啊,同学们如果喜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视频教程啊,一定要给我点一个赞,因为我在用我的业余的小时间啊,在给大家录制这些,但现在它占了我太多时间,每天我要花好几个小时,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点赞的方式支持我,另外,啊,有问题,有建议, 可以在下方啊,评论区留言,我看到以后呢,也会及时的回复啊,会发弹幕的同学,在这个位置看,有弹幕两个字,你点开以后,可以把对服装设计的赞誉和对我本人的鼓励都写上,我看到以后也会非常的高兴啊,好,这款实际上我们起完针之后啊,直接的就完成领子这一部分,切了多少,144针,支的什么,拧针的双头纹,有同学说啊, 也就这个螺纹,才值得学一学,整体衣服不值得学,为什么,因为它太出跳了哈,这一部分呢,拧针的单螺纹啊,拧针的双螺纹,跟普通的螺纹相比起来,你看,它的表现力超级赞,在支的过程当中啊,所有的正针给它拧着支,反针不变,拧完这一行之后,第二行不拧,第三行又拧,如此重复,可以好一拧,记住了吗,就会呈现,这样的一个效果啊, 连灵基础大新手也能继得特别整齐,你之前支螺纹,每次都卡在那儿,就是不整齐哈,但这次你能够继得很好啊,好了,这144针,我们继拧针的单螺纹,双螺纹啊,继10厘米高,就可以了,好,继完这10厘米之后,我们要干嘛,我们要给它分份了啊, 看,你看,当时特意找的一个撞色,这两个颜色其实配在一起啊,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描述啊,就是非常的浅,但是只有这样,才能够足够吸引目光,对不对,好,我们看啊,这144针,我们要给它均匀的分成8份,8份啊,那么每一份多少针,18针,看,一个18,我们数这些条啊,12345678,8份,对不对, 那么每一份多少,一共18针,这18针,同学们仔细看就看出来了啊,知道就是对拧的麻花,对不对,好,那么这个麻花是几针的呢,多少行一拧呢,同学们看啊,准备截图,中间两个很针,它是一个18针的对拧麻花,看到了吗,好,截完图以后啊, 我们就按照这个花纹向下,分别系8根线,往返往返就织去吧,织8个条,8个麻花条啊,但是一定要注意啊,我们一定要将第1和第5,12345,对,将第1和第5的对拧麻花,取出它们之后啊, 当你总长度知道7厘米的时候啊,看,7厘米从开始到这儿,够7厘米之后,我们要给它将第1和第5组的这个麻花条,要给它再次分两部分之,看到了吗,变成普通的单麻花了,注意到了啊, 往返织啊,变成普通的单麻花,这个单麻花的长度,跟大家说一下啊,要稍微的长一点,否则胳膊渗不进去, 原款12厘米,同学们在织的时候啊,这个长度可以更长一点,明白了吗,啊,你要到15厘米,最少要到15厘米啊,记住了啊, 这位置15厘米,织完15厘米之后,然后再给它把1和5,这两条麻花合在一起,跟其他麻花条一样,明白了吗,再继续分别的往返往返,向下织,每根麻花条的长度啊,是37厘米,从哪开始算的, 就是你开始织麻花条的时候,从这开始算啊,一直到这儿,完成它之后,37厘米的长度, 当8根麻花条都已经达到37厘米长度之后啊,我们要将它串在一起,完全串在一起啊,然后改成什么,改成环形向下,织我们的这个底边的部分,明白了吗,啊, 穿在一起,你看啊,实际上还有织了,大家看啊,实际上又织了几行,看到了吗,又织了几行啊, 三四行左右,穿在一起之后,我们向下,织三四行之后,就可以给它改织成什么了,改织成我们之前织过的,嗯,真的,双螺纹,织六厘米高,到这儿, 到这儿之后,可以收这个平边,因为它针数足够啊,当然了,你要喜欢收机器边也可以,但我总是觉得机器边略略显得有点乱啊, 你也可以收两种啊,看你喜欢哪个就好,好,完成它之后,收了针之后,整件的毛背心儿,完成了, 很有特色,如果大家喜欢,如果大家觉得,哎呀,编织真奇特,如果大家觉得,哎呀,你真敢想,或者大家觉得,哎呀,这个我可不敢穿, 我们家谁谁谁,属于这个个性,我要给他支这一件,他肯定敢穿,凡是有以上想法的同学,你一定要给我点一个赞, 因为我想用大家的力量,把我继续留在这个平台,为大家服务,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